秋天想要短暂的放松一下 也可以来到这个在城市中的健康步道 享受天然的芬多金 国立中心大学一改过去步道铺设水泥的方式 采用了惠孙林场抒发后打碎的墓穴铺设在步道上 让民众走起路来更加松软 也多了一股木头香味 同时还结合了数位科技 在步道沿线设置了空气品质监测站 让同学能够透过手机及时了解空气资讯 打造一条健康智慧的校园步道 走在充满灵异的步道 四周环绕者松树以及多种增业林 感觉特别舒适 但这步道有别于一般的水泥石砖 而是用木屑铺设而成 不但走起来较松软 还多了一股木头香味 我们这个铺设木屑的这个步道 有很大的一个功效 就是第一个走起路来 非常的轻松跟舒服 不会觉得硬邦邦 第二个因为这些木屑呢 都是来自我们会生林场的 包括校囊 包括我们台湾特有的檜木 所以又有一些分多精 同时闻起来味道非常非常的香 走起路来的话 我觉得就是我们会闻到一股香气 然后那香气的话 我会觉得说让我的精神 或者是身心会比较放松 不会就是 因为我觉得我走路的时候 我有时候会很要求自己说 要走几百步几千步这样子 可是如果走在这上面 就是有这个放松效果 我会觉得说没有到 那种会很要求自己 可能我就会变成说 我在散步在放松自己的身心这样 国立中心大学 打造一条健康智慧的校园步道 不仅采用汇树林场中特有的 快木等书伐后打碎的墨穴铺设 同时还结合数位科技 在步道沿线设置空气品质监测器 边走还能够透过手机 及时了解空气中 湿度和温度等资讯 同时还能够了解周边的消失资讯 从这边点进去就可以知道说 现在目前学校这些数值的状况怎么样 绿色的部分就是目前很良好 很适合进行户外运动 那如果它像是有湿度的部分 像湿度有些地方比较高的 就是可能目前现在不太适合进行户外运动 那它会告诉你说 数值当它有改变的时候 它有这个颜色也会跟着一起改变 它有那个空气晶晶机 而且它还有就是 它设那个可以侦查悬浮粒子 这样我们就可以事先知道说 现在空气品质状况如何 然后来决定说 我现在到底需不需要 就是出来运动 然后这样对我们很好 而且它现在设的那些墓穴 走起来很舒服 然后闻起来也很香 下方表示 健康步道预计建置环销一圈 全长三公里 将分成两期建置 目前已经完成第一起0.8公里 预计107年就能够全部完工 介绍专专台中采访报道